這幾天我都在徒步 今天是徒步的第五天了 而且最後一天 我的背後有一座水山 那個水山就叫月峰 海邊的話大概有六千九百九十米左右 其實我個人來說的話 徒步會很累的 但是中文有一句話 痛病快樂 從第一天開始的時候一直在下雨 然後今天也會有可能下雨 從第一天到第五天一直在下雨 但是我們到了山頂以後 可以看到這麼美好的風景 然後我們準備下山了 Hello 我每天在山上的花效大概是兩千五百魯幣 換成人民別是一百三十五 主要是用來吃飯和住宿 比如說如果你要那個存電的話 要兩百魯幣 要喝水要一瓶的話 還有兩百魯幣 如果你要量WiFi的話要兩百魯幣 那個早上一套的話大概有六百六魯幣 感覺那個費用也不算很高的 為什麼我說這些那個費用不高呢 這個地方用不同路 沒有統車的地方 都是靠人或者那個路 來那個運過來東西 所以這些不算很貴 所以如果你們來尼泊爾旅遊的時候 你們有計劃來土布的話 不要浪費 那些那個食物不容易運到這個地方 原來疫情的原因很多遊客 還有那個土布愛好者 沒辦法來尼泊爾土布 因為有疫情 然後尼泊爾沒有開放 但是現在已經開放了 所以現在能看到很多遊客 專門來尼泊爾土布 我就希望中國朋友們也來尼泊爾土布 希望和你們見個面 帶你們去看看尼泊爾的特別美的風景